大家好,是我也,欢迎来到X道查 米园市位于日本滋鹤县东北部,临近琵琶湖东岸 米园原名米园,过去此地生长了大片芦苇 人们进入该区域时,很容易受视线阻挡而迷路 后随着此地逐渐被开发,地名更为米园 米园市中部的伊吹丁,坐落在伊吹山山脚下 被群山环绕,风景优美 伊吹山是滋鹤县最高的山峰,也是日本百名山之一 每年吸引着许多人慕名前来观光 故事主人公名叫小川典子,这年28岁 在一家大型玻璃制造公司工作 他业务能力出色,事业节节高升 然而在2009年的一天,原本顺风顺水的他,突然失踪了 2009年的6月12号,这天是个星期五 早上6点,位于米园市伊吹丁的一条宽阔的马路边 一个小型停车场内几名清洁工准备对几口污井展开清理工作 他们首先将抽水泵的管道放入井中,开始抽取污水 就在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抽水泵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卡住 清洁工感到很奇怪,就上前查看情况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只见其中一口污井里赫然漂浮着一具遗体 几人连忙跑开,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报后马上赶了过来 现场拉起了警戒线,调查工作随之展开 案发路段位于伊吹山山脚下,地点较为偏僻 道路上没有路灯,两旁是森林,没有住户 平时除了一些货车经过那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 路边的这个小型停车场,平时有一些登山爱好者会把车停在这里 然后从旁边的小路徒步进山 停车场内树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 伊吹很喜欢你,请不要乱扔垃圾,保持清洁 该停车场内有着四口污水井,它们大小深度相同 井口直径都为65公分,深2.2米 发现遗体的污水井正是其中一个 该污水井内部水位较深 警方联系了消防人员协助,一段时间后,他们将其打捞了上来 经初步判断,适者为一名年轻女子 身上穿着某玻璃制造公司的蓝色工作服 头部有明显伤痕,看起来并不是意外跌落导致 几名清洁工告诉警方,由于前几天下大雨 路边那几口污水井里积攒了很多污水 当天早晨,他们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前往清理干净 后来抽水笨卡住了,就发现了异常 勘察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 警方将污水井里的水全部抽干 随后在井底发现了一些物品 其中包括一只睫毛膏,一把铁锤,以及一把汽车钥匙 在污水井的附近,警方发现了大量血迹和一团棕色头发 在一处草丛里发现了一只女士手套 以及一双带有血迹的鞋子 没有发现受害者的手机 案发路段没有监控设备 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这显然不是该女子意外坠入井下的 初步推测,受害者生前与凶手发生了激烈的搏斗 最终被铁锤谋害,再被丢弃到污水井内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凶手就将受害者的手机以及身份证件带走 法医结果显示,受害者头部的伤痕为盾气击打所致 手部有防御性伤痕,生前有过抵抗 离世原因为溺水窒息 离世时间在一天前,也就是6月11号晚上8点左右 警方将受害者的DAA与失踪人口数据库进行比对 最终确认了其身份,她正是28岁的小川典子 实际上小川典子的母亲先前已向警方报了案 表明女儿在6月10号早晨出门上班 但当天下班后没有回家,不知去向 据查小川典子出生于滋贺县长宾市 是家中独生女,目前单身与父母居住在长宾市的金川丁 2002年,21岁的小川典子进入了长宾市高岳丁的一家玻璃制造公司工作 负责新员工的培训工作 她工作严谨,但人谦和有礼,获得了同事们的好评 这份工作她一干就是七年 凭借自己的努力购买了一辆汽车 每天开车上下班,从家到公司直线距离11公里 2009年6月10号早晨 28岁的小川典子像往昌一样准备开车去上班 但不知为何,她的汽车突然发生故障,无法启动 为了避免迟到,她就让母亲开车送她去公司 到了晚上8点,原本是小川典子下班的时间 她曾向母亲表示下班后自行叫计程车回家 但母亲在家等到了深夜,也不见女儿回家 给她打电话也没人接 起初母亲以为女儿工作太忙了 加班没空接电话 等工作忙完了就会回家的 直到第二天上午,小川典子还是没有回家 她隐约感到了不安 正当她打算动身前往女儿公司时 突然接到了女儿同事打来的电话 对方表示小川典子没有去上班 手机也打不通 此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状况 她是个很有时间观念的人 从不会无故迟到矿工 所以才打电话来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 母亲接到后顿感情况不妙 觉得女儿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 想到这里,她果断跑到了警局报案 没想到一天后 小川典子就被人发现在停车场的污水井中 警方找到了小川典子的父母 将这个噩耗告知了他们 他们得知后悲痛欲绝 在警方的安慰下 他们才慢慢接受现实 恢复了平静 两人哭着向警方表示 女儿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从小到大从来不让他们操心 工作后努力上进 每天生活几乎都是两点一线 从没听说他与人结怨 不知凶手为何要害他 根据已知线索 小川典子于6月10号下班后不知去向 6月11号一整天都没有与任何人联系 因此他可能在6月10号下班后 就被人谋害并丢入污水井 但当时他只是陷入昏迷 等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处肮脏的污水井中 他独自挣扎了整整一天 当时持续降雨 导致井中水位不断上升 最终在一天后的 6月11号晚上8点溺水身亡 警方询问小川典子的父母 案发前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夫妻俩表示女儿是个腼腆内向的人 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宅在家里 社交圈非常简单 当天他像网昌一样去上班 并没有奇怪的举动 经过辨认案发现场的物品 除那把铁锤外 其余都属于小川典子所有 随后警方来到了小川典子工作的 玻璃制造公司了解情况 公司老板告诉警方 小川典子是一位难得的好员工 工作认真负责 对待新员工也很有耐心 但6月11号起他就没有来上班了 也没有向公司请假 不禁令人感到担忧 公司那一位名叫姓子的女子 主动找到了警方并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表示6月10号傍晚 他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本想叫小川典子一起走 但看到对方坐在工位上看手机 面露愁容 像是在给什么人发短信 他喊了对方一下 但没有得到回应 于是走上前去询问情况 小川典子表示自己有一些私人事务要处理 可能要晚一点再下班 让他先走 姓子也不好意思再追问 就独自下班离开了 根据姓子提供的线索 当时与小川典子发短信的人 可能知道些什么 可他的手机已不知去向 警方也无法获得有用信息 只能继续寻找其他线索 在征德玻璃制造公司老板同意后 调查人员查看了公司的监控录像 结果发现6月10号当天 小川典子工作时心不在焉 总是盯着手机屏幕看 傍晚他独自离开了公司 之后不知去向 调查期间 小川典子的母亲再次找到警方 并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 他表示女儿失踪的第二天 自己曾打电话给女儿的一名好友 奈美询问情况 奈美在得知小川典子失踪后 就尝试拨打对方的电话 没想到居然打通了 不过接电话的人并不是小川典子 而是一名陌生男子 对方没说几句话就急忙挂断了 随后奈美将此事告诉了小川典子的母亲 起初母亲觉得这是奈美打错电话了 因为女儿没有谈过恋爱 身边也没有异性朋友 怎么会有男子接她的电话呢 但后来她越想越不对劲 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警方 警方随即找到了奈美 她表示6月11号 她打电话给小川典子 接电话的确实是一名男子 她以为打错电话了 但仔细看了一下号码确认无误 便询问男子是否知道小川典子的下落 可对方语气很冲 说在开会不知道小川典子去了哪里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警方认为小川典子可能瞒着所有人偷偷恋爱了 那名接电话的男子就是他的对象 两人发生了矛盾 对方一怒之下行凶 为了掩盖罪行将其杀害 顺着这个思路 警方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小川典子与一位名叫森田凡城的男子走得很近 两人经常互通电话 关系非同一般 但最近他们之间似乎发生了什么矛盾 闹得很不愉快 森田凡城比小川典子大12岁 这年40岁居住在滋贺县大京市 他也是玻璃制造公司的职员 与小川典子是上下级关系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暗中走访了森田家附近的居民 结果了解到 他竟然是一位已婚人士 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 一位邻居向警方表示 森田凡城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平时待人很有礼貌 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 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是附近出了名的热心肠 他身高1米8 长相秀气 看起来成熟稳重 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 森田凭借着出色的能力 也被选举为社区里的领导者 带领大家展开各种公共活动 案发前后 森田像往常一样上下班 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另一位邻居表示 森田凡城是一位好父亲 对两个孩子格外宠爱 虽然他工作繁忙 但依然会抽时间陪伴家人 每逢休息日 他总是带着孩子们出去玩 经常看到他与两个孩子 在河边抓螃蟹 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他对妻子也很体贴 夫妻俩感情看起来不错 每当两个孩子学校有活动时 夫妻俩总会一起参加 其他家长看到后也十分羡慕 邻居接着表示 案发前后 森田一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其妻子也和往常一样买菜做饭 唯一不同的是 最近森田先生好像下班都比较晚 但这也不算什么奇怪的 可能是在公司加班 根据邻居们的描述 警方认为 森田凡城与小川典子交往的事 可能还没有被他的妻子知道 他在家里依旧扮演着好丈夫的角色 背地里却与别人保持亲人关系 发生矛盾后就谋害了对方 事后在装作若无其事的上下班 掩人耳目 警方询问小川典子的父母 是否知道女儿恋爱的事 两人都表示毫不知情 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私生活 所以父母一直认为女儿是单身 当得知小川典子 正与一名40岁的已婚男子交往时 夫妻俩顿时感到难以置信 警方再次来到玻璃制造公司了解情况 一位名叫佐藤的职员 向他们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 他表示森田凡城与小川典子走得很近 两人举止亲密 经常一起下班 起初他觉得并没有什么 因为大家在一起工作 同时关系处得好 也没什么奇怪的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公司里渐渐传出两人的负面言论 说他们是地下情人关系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 森田凡城与小川典子 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 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佐藤接着向警方表示 一次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刚好看见两人手牵手走在一起 这让他更加确信那些传言是真的 此后两人变得肆无忌惮 工作时经常溺在一起 大家对此司空见惯 毕竟谁也不愿多管闲事 可自从小川典子遇难后 森田凡城就好像没事人一样 每天照常上下班 生活丝毫不受影响 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这样的行为让大家不禁猜疑 两人是否真的在一起过 不过公司确实有传言说 森田凡城就是谋害小川典子的真凶 一位名叫优奈的女子找到了警方 表示自己与小川典子是好友 对方有什么事总会找他倾诉 实际上一开始 小川典子并不知道森田凡城有家事 两人每天在一起工作 渐渐互生情愫走到了一起 小川典子一心爱慕对方 觉得森田是个稳重可靠的人 虽然比他大12岁 但觉得只要真心相爱 年龄并不是问题 两人在一起后刚开始相处得很好 还计划等工作不忙的时候 渐渐双方父母 可后来森田凡城就暴露了本性 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 甚至还动手殴打小川典子 小川典子经常找好友优奈诉苦 他也想过结束这段关系 但每次吵架后 对方就会主动与他和好 他也总是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迷惑 一再选择原谅 案发前小川典子又找优奈倾诉 说怀疑森田脚踏两只船 对方可能背叛了他们的感情 小川典子曾非常伤心的找对方理论 谁知森田反咬一口 偏说小川典子在外面有情人 两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优奈劝小川典子跟森田好好谈一谈 或许之间只是有一些误会 谁知没过多久就收到了 小川典子遇害的噩耗 优奈告诉警方 森田反成绝对有问题 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容易发怒 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 一点也不奇怪 而且只有他具备作案动机 按照优奈的说法 小川典子事先完全不知道 森田反成有家事 或许后来察觉到了 想要结束这段关系 就约对方在6月10号下班后 好好谈谈 交谈过程中刺激到了森田反成 但一怒之下 谋害了小川典子 不过这些都是警方的猜测 想要逮捕他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没过多久 他们就有了发现 据查 森田反成有一辆逮捕汽车 每天开车上下班 小川典子被发现的第二天 他突然将自己的汽车 送到了汽车修理店修理 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 这样的举动 显然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调查人员来到汽车修理店 了解情况 一名修车工告诉警方 森田先生是他们的常客 只要汽车出现问题 就会来他们店里维修 此前他经常带一名女子来店里 两人举止亲密 看起来像一对情侣 6月13号 森田先生独自来店里修车 没有带那名女子 当时他汽车后视镜坏了 前排副驾驶位的挡风玻璃 也有一处凹陷 起初修车工还以为出车祸了 可仔细检查后 并没有发现撞击痕迹 修车工感到很奇怪 于是开玩笑的问森田反成 是否惹女友生气了 对方一气之下把他的车砸了 当时森田反成愣了一下 有些尴尬没有回应 修车工见状也很识趣 没有继续追问 警方将小川点子的照片 交给修车工辨认 结果证实他就是森田 经常带来店里的那名女子 调查至此 森田反成具备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认为 小川点子下班后 坐上了森田反成的汽车 两人在车内爆发了争吵 当汽车来到案发地 两人爆发了肢体冲突 森田反成一怒之下 拿出汽车里的铁锤 朝小川点子砸去 小川点子逃下车 森田反成下车猛追 继续用铁锤击打对方 过程中他不小心 打到了汽车的后视镜 以及挡风玻璃 随后小川点子 不幸被击中头部 昏迷倒地 森田反成随即将他 丢弃到了附近的污水井中 他每天都开车路过那里 知道周围没有监控摄像头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川点子只是受了伤 晕了过去 被扔到警里后还有生命 警方立刻对 森田反成的汽车进行搜查 最终在汽车的副驾驶位 以及左后轮的制动装置内 发现了可疑血迹 DNA检测报告显示 这些血迹全部来自于 受害者小川点子 案发一周后 基于诸多证据 警方以涉嫌杀人罪 将森田反成逮捕 警方分析了其手机里的邮件记录 正是他与受害者为情侣关系 两人曾因互相怀疑 对方出轨而争执 警方对森田反成的妻子展开询问 他表示对丈夫出轨的事一无所知 在他心目中 丈夫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家庭无私奉献 对孩子疼爱有加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 没想到对方居然瞒着他 做出这样的事 令人无比痛心 警方对森田反成展开了询问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表现的异常冷静 仿佛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他否认与小川典子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 声称他们就是普通同事 从未有过出格行为 他与小川典子一起工作 相互关照也很正常 有的同事爱捕风捉影 总是在背后造他们的谣 对此他感到很无奈 但也不想与别人冲突 所以一直选择隐忍 据森田反成所述 6月10号傍晚 小川典子因为没有车回家 就提出搭他的顺风车 谁知对方在半路 突然情绪变得很激动 强烈要求下车 他几经劝阻无果 只能将其放在路边 然后自己开车离开 森田反成接着表示 他对小川典子的遇害毫不知情 还以为对方休假了 所以没来上班 至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和后视镜 为何会破损 他也不知道 或许是有人看他不顺眼 蓄意报复 又或者是谁在恶作剧 总之与小川典子无关 由于森田反成始终不承认罪行 加上案发现场位置偏僻 没有监控摄像头与目击者 警方也没有找到决定性证据 本案迟迟没有开庭审理 直到2010年11月4号 此案的上诉程序才终于完成 开始庭审 森田反成被指控杀人罪 遗弃尸体罪等罪名 检方要求判处其无期徒刑 法庭上被告森田反成 仍然坚称自己无罪 表示气势上的血迹 并不能说明什么 小川典子经常坐他的车上下班 那些可能是对方在什么时候不小心留下的 至于汽车左后轮自动装置内的血迹 是因为此前左后轮的轮胎破了 而小川典子刚好在车内 于是帮忙一起更换轮胎 在此过程中 对方不小心划伤了腿 所以才在上面留下了血迹 由于此案缺少决定性证据 简便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检方认为被告手机里的那些电子邮件 可以证明他与受害者之间存在感情矛盾 根据最新掌握的目击证词 有一名卡车司机在6月10号晚上 在案发的路边看见一辆与森田凡城汽车类似的车 当时天很黑 卡车司机也没有看清楚 但他清楚的记得 那辆车停在案发路段的停车场内 车灯还亮着 加上小川典子的好友优奈提供的证词 受害者生前遭受了暴力威胁 这进一步表明小川典子可能面临危险 检方认为被告森田凡城 担心他与小川典子的不正当关系被揭发 因此恼羞成怒谋害对方 除此之外 被告汽车上的血迹经DNA检测 证实为小川典子所有 加上案发后 森田凡城将汽车送到修理店维修的举动 不禁令人怀疑 他是在毁灭证据 对此辩方表示 案发当天两人确实在车内见过面 但森田凡城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相反 小川典子莫名其妙发脾气 还要求半路下车之后才不幸遇难 双方各执一词 争执不下 法官认为被告森田凡城与受害者小川典子 存在不论关系 被告存在杀人动机 同时认为被告的辩解不合常理 2010年12月2号 此案经过11次审理 法院做出了宣判 被告森田凡城杀人罪 遗弃尸体罪等罪名成立 但由于缺乏决定性证据 未采纳检方要求的无期徒刑 最终判处其17年有期徒刑 被告森田凡城不服判决 之后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要求无罪释放 但由于没有新的证据 法院未予以受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